再来看到复理乡长选战呈现了二强一的局势 包括争取连任的乡长陈荣聪 原本有五个人参选 在农会协助整合下 有返乡筹办复理有秀决艺术纪 47岁的政治素人张荣荣参选 形成了两强争霸的局势 张荣荣完成登记参选 复理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也公开表达力挺 要给年轻人表演的舞台 张荣荣在大批亲友陪同之下抢投降 到复理乡选务中心率先登记参选复理乡长 包括争取连任的乡长陈荣聪 原有五人参选 在农会协助下整合成功 由返乡筹办复理友人秀决艺术纪 47岁政治素人张荣荣参选 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回来之后 我们会发现就是跟我们想象中 就是这边人口老化的问题 比我们想象中严重 因为现在复理每年的 每年大概生死相减是-100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做人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嘛 我们是从复理来的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年轻人能够返乡建设 然后呢我们用艺术建设 因为我们就是做这一块的是专长 张荣荣说 因为筹办艺术纪活动意外发现 故乡人口老化 对检的问题比想象中严峻 决心参选乡长将自己专长放在故乡 要把复理箱打造成精品品牌 然后我们觉得创造这边经济收入是非常重要 所以等于是用艺术的方式 把整个复理品牌化 因为其实我们很专长就是做市场 国际市场开发跟品牌化这一件事情 所以在这一件这个决定里面 其实背后蛮有深远的想法 就是希望透过我们的努力 让复理能够成为很友善艺术家的地方 然后居民能够安居乐业 复理箱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说 复理箱在青龙返乡之外 现在又有行销专长的年轻人 愿意回来是非常可喜的 不能再让复理被池上甩在后面 希望给年轻人圆梦舞台 记者高松双复理箱采访报道